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蜜蜜蜜公布忙 太阳连山 听医生说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是我们要拜日11点到12点报出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我们公众的朋友 今天来给我们采访的 是蒋卫水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蒋李荣女士 蒋李荣女士 她是一个营业家 李荣你好 嗨 陈医师好 很欢迎你来采访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们这个节目是听医生说看的 我都不是医生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去公众的朋友说 陈医师怎么会请一个营业老师 要来上节目 第一个当然这个蒋卫水 这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医生 军委水 其实军委水就是蒋李荣的 背公 阿公的哥哥 对 阿公的哥哥 所以蒋李荣的阿公就是蒋卫川 蒋卫川就是军委水的弟弟 他们的差五岁 是 第二 蒋李荣老师的先心 也是医生 是医生 张天佑那个医生 张冠翰医师 他是学美护科 对 张医师的 家里也是医生的家庭 咱俩陀拉区的医生 咱俩陀拉区 每天都是很多 他的阿公 他的阿公是 蒋兰亭 蒋兰亭 是差不多军委水的学弟 所以就和军委水 同那个时代 他的外公也是 他的外公也是 所以你看就是说 他身心那边 还是一个医生的世家 所以说起来 一般人是会叫他做先生牛 就是说他是医生的太太 还有公公 还是医生 还有八公 所以 全村来都医生 所以他很了解 台湾的医生是在做什么 人家都叫我蒋老师 对 都想说他做蒋先生 一天也不好意思 我们蒋兰龙老师 有点算小有名气 如果对英格有关系 我们稍微上网查一下 我们知道他也有很多活动 也有很多作品 我想我们先对蒋位水基金会 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先说当然我们的听这种朋友 你们很多可能常常听 我说到金会水金会水 因为日本时代 金会水算是台湾的医生 最重要的一个抗日运动的领导者 就是说我们在反抗 是本人的通敌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1920年代 台湾有做文化协会 文化协会 文化协会就是 那个时代台湾的地球粉图 反抗日本人 做起来的一个文化团体 其实虽然说是文化团体 也是有政治的食材在里面 是说那时候 不可以直接说 你要反抗日本人的通敌 所以那时候就用文化的敌命 文化启蒙 这个运动 扮很多文化讲座 也扮部署 那时候扮台湾民报 去做议会请愿运动 就是说去冬天清宛 说台湾人要设自己的议会 众众的主党 后来慢慢的又发展到 冬天清宾组织台湾人 第一个政党 就是台湾民众党 还有公有种联盟 这就像工会的组织 也有农民组合 这就是农民运动的组织 这都冬天清宾在领导 所以那个时代 1920到1930 实际上台湾人 是把军委随动作 不是说台湾的孙文 孙中山一样 在领导台湾人的 聚明运动一样 那时当然没法 厉害厉害 但是就是说 对文化 对核心 对工人 对农民 对板部署 开车店 板工族可以说是多元管道 全面性的一个台湾人的主角 就是说自己台湾人 各称的说我们就是台湾人 我们不是日本人 这种一种民族的运动 农委随意识 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者 但是很可惜 就是说农委随意识 真早贵心 40岁 40岁而已 他得到传染病 就贵心去 所以这个台湾人的抗日运动 差不多在贵心后 划下一个据点 划下一个据点 所以你们这个奖务税基金会 就是要纪念准备水 应该说 还是说要提供它的精神 纪念 你可以介绍一下 对 是较少的部分 较大的部分是说要纪念 那个时代 就是说差不多 现在一百年前 那时候的人 贵心的人 平贵 贵心的人 比较少 要开化 你可以接受新的地性 你就可以避免这种自怨自爱 迷信 有什么事情 求助于鬼神 自己没有打拼 这纪念准备水 是表现很贴重的 对 所以可以说 破除迷信 他们是要提升一个社会的追准 他们那时候就是说 台湾就是世界的台湾 要含这个世线的文明 接规就对了 所以他扮很多文化工作 也好 寻文中也好 那时候文化讲座 很多医学薪资的演讲 这个医学的整备很多人参误 甚至我看那时候文化讲座 后讲到西方哲学 很多 人母生生心 介绍现代的剔学 所以要纪念奖卫水 和他的时代 就是说 1920年代的台湾人那时候的打拼 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就是基金会 你两千空六年再成立 那时候要生日 有一点是 因为青尾水的后台人 可以说一百年以来 都在社会上 不是很富有 不是像日本时代说地主 人家动来这里 青尾水 青尾水是破散的 他死亡都没劳资出来了 甚至孩子都生我的问题 所以他的子孙 可以说都要自求多福 但是我可以很厉害地说 我们的基因可能不错 没有社会资源的时候 我们也是都自己很打拼 所以每天都 一百年以来 我们的这些孙 可以说都是蛮好的公民 你过去的七八十年里面 因为是高压 还是有独裁统治 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日本人结束了 国民党也差不多四五十年 我们可以说是 比较默默无名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两千空六年有一个契机 就是说 那时候国民党的董主席 他就离国民党的党部 挂蒋卫水的胸材 我们已经绑七八十年 都没人知道的人 一个挂出来 所以每人都想说 就是孙中山的信徒 很多这种一面倒的一个解释 讲蒋卫水的历史定位 国民党想要把蒋卫水复活 对 那时候我们中尉的子孙辈 在想说来生立一个基金会 穿在很多的学者 跟我们倒下手 那时候就是删第一本 蒋卫水串的黄黄雄 他觉得你们就要跳脱 这个政党的利用来成立 这个也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就是说蒋卫水 你那个时代是怎么这么 做这么多的事情 不然是人那么多 他还可以 可以说领导一个觉醒的世代 或者是文化运动 这才是说很有价格的地方 我给大家补充一点 那个时代他们办报纸 很多人是万日没有看报纸 所以他们就在全台湾每一个地方 办独报社 就是说看万日的人 特报纸给大家听 但是你看那个时代台湾的人口是三四百万人 日本时代 一直到日本人全白要离开 较六百万人而已 但是那时 订台湾民报 竟然有三万分 正经 这个销售量 我们现在办的 可能还没有三万分 所以那个时代就是说 第一 如果有价格的人是多价钱 第二 就是有价格的人 他也想要知道报纸是在写什么 所以就有那特报纸 结果到处 全台湾国地独报社 结果报纸心一串 大家就去那里听 听报纸说什么 所以这个就可见说 那个时代 他们的这个运动 实在是很成功 还有一点刚才里头也有说到 因为金委币 他是一个医生 他不是大地主 也没什么大企业 所以他做医生所谈的钱 都投入控制的运动 所以他几乎没劳资产 可以说是生活很欠 过星期后 连他的孩子的教育 就会出问题 这种很困难的情形 但是也因为这点 别别让人尊敬 就是说一个社会运动 政治运动 还是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他没带自己 找好处 他机会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都奉献 他的家族还比较败 是啦 家族就没法赌 家族就是 因为他全心全意的投入 这个运动都奉献 所以军委税贵新的时候 竟然有五千人来给他送送 而且那个时候是在日本政府 检队 警察这样都控制掉了 监视 结果 高压的这个气氛质 专台湾主动 主法的 五千人来到台北 把政府税上走 台北市都修饰 每天店都转起来 所以 我们会知道 实在是 那个时代 我们现在很胖胖胖 说台湾有这种 很优秀的一个 医生领导者 好 我们现在又说 你们要跟 纪念上的这个基金会 用什么方式去提供 刚才说就是因为 国民党也想说 用军委税做一个交代就对了 说军委税在控制的时候 其实他也支持孙伦 在中国的结明 所以可见说 好像说他对国民党 也有任党 对 其实这是时空错乱 那准的 孙伴的结明 含书来台湾的国民党 已经是不一样 对 不管怎么 这些台湾的 历史研究者 还是说学者 还是说真的 在台湾做民主运动的人 鼓励你们说 我们要自己来纪念 纪委税 我们要改税 纪委税 在那个时代所做的事情 对台湾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基金会 大家是这样成立的 对 对对 我看到 你们好像出版很多东西 他的名字 对 应该这样说 基金会 第一个就是 刚才陈医师有说到 国民党的理容 说这个好像是 他们就是 很漂亮的接班人 同样 他就是台湾的孙众山 其实 很诡异的地方 就是说 其实从建后 到1980年 到 不用说 1990年代 到他们把 蒋卫水上打出来 这中间有七八十年 他们没有伎量 所以他们有两个手法 一个就是说 先把你台湾的 日本殖民时代 台湾人的 主角的那种运动 把你押下去 对 所以到两千空几年的时候 忽然说 新闻水怎么会跑出来 他要让我们 有一个错误的教育 那时候2006年 我们在黄黄雄 鼓励之下 想说 比较快成立起来 你做一个基金会 可以脱离政党的利用 你可以专心 来做历史的重现 所以我们有一个 很大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 重现一百年前 台湾人 光辉的 自觉的年代 另外一个 这个任务就是 我在音乐的部分做的 就是说 我们要为一百年后的 这些人 怕孙留下 我们这代的文化资产 我们不能说 一百年后的人 回顾我们这 说我们的音乐就是 望春风雨夜花 改编成交响乐 什么 就变成我们这代 我们自己的文化 所以有两个任务 一个是回顾 回顾那个光辉的年代 一个传承 一个是前瞻 前瞻创新 好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我再继续来 请教蒋老师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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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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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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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